她叫林丽萍 今年47岁 是广东梅州人 现在在深圳打工 在过去的24年里 她因为找一个人 一直在梅州与深圳两地来回奔走 她说一定要找到她 因为自己对不起她 有请 欢迎您 大家好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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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请坐 我看您上来就比较难过 咱们慢慢讲 好不好 好 先跟我们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是林丽萍 今年47岁 找我丢失了24年的儿子 所以儿子今天应该多大岁数了 今年28岁 结婚了以后 93年就生我儿子了 5月份生的 我们的孩子生下来 那时候很可爱的 我儿子很听话的 他一哭的时候 他就把他开印象给他 他就不哭了 那时候我们过得挺辛苦 后面有95年 发孕了我那个小的 那时候他就说 妈妈 我能不能听你那个妹妹 肚子里面的 我能不能听啊 我说可以 他就这么矮没那么高 他就把他头抖到 爬到我肚子上面 他说妈妈 我听到妹妹叫我了 后来我说你怎么听到的 他就喊我哥哥 后来把他生下来 真的是妹妹 他就跟我说跑过来 爬到床上 他说妈妈 我又做哥哥了 有妹妹了 特别高兴 看到妹妹一拿尿 他就拿尿裤子了 他就跑到去帮他拿那个裤子 他说妈妈 你给妹妹放裤子吧 那时候特别听话他 后面96年 我们想给他过更好的生活 就把他带到床上 刚带出来才死到天 9月15号 我儿子下午就不见了 那天我打开下班了 跑到路上 人家给我说 他说你儿子不见了 所以那天你把两个孩子 是单独放在家了 是吗 交给那个房东 交给房东看着 交给他看一个月 给他50块钱 我听到我儿子不见了 我就赶紧跑回去 头都炸了 就找那个 看到我女儿在那里 一个人在房间里面 那个走棚那里 我就问他 我说你妹妹 我说你哥呢 他那时候还不费 很费说话 他就指着手在外面 他就说走了 我就找房东 我说我孩子呢 他说我不知道 我说我给钱给你带 你还不知道 我就给他闹 闹了后来 我说没办法 我就直接把我女儿抱起来 跪起来 我就怕他丢失了 丢不起第二个孩子 我就抱起来 就出去找 在那个 新田附近住的那个 地方那里 公用厕所旁边 到处找小小箱子 那里去找 没找到 我就去报案了 在新田锦旗那里抱 到处去贴 那个扯言启事 他亲生爸爸 一直都没走出来 一直都在喝酒 抽烟还要赌博 98年 我是意外的 反应的 就把他生下来了 是一个女儿 后来2000年 又反应了 我说我不想生了 后来我那个 领纪还欠我 他说你把他 生下来 就生我这个 小的女儿 我老公一直到现在 都没走出来 把孩子弄丢了 都怪我 还打我 后来我们两个 就离婚了 你觉得你老公 怪你怪得对吗 他说是你把孩子 弄丢了 对 是我不配 做亲子的妈妈 是我没做好 没带好孩子 不该给那个 房东带人 不配做亲子的妈妈 对不起 我是个小孩 后来跟你丈夫 离婚了以后 这个三个女儿 跟着谁呀 大的归他 小的归着我 两个小的 我带着非老家 那两个小的 我怕太小了 所以我就带到 我身边 两千年 我就跟我这个 现在的老公 结婚 我就带着 就在家里面 没出来十年 那在家里做什么呢 就做龙活 就把两个小孩 不放心 放到家里 我就把他背一个 投一个 带到地里面 去干活 干活了 就把他放到地旁边 回来的时候 又把他背回来 抱一个 托一个回来 快把他丢不起了 因为丢了一个儿子了 手心手背 都是肉 一边是在深圳 丢失的大儿子 还没有找到 一边又是 嗷嗷待哺的两个小女儿 无奈之下 林丽萍只能选择 暂时在老家 抚养两个年幼的小女儿 但在他心里 始终不曾忘记 在深圳丢失的大儿子 孩子是妈妈的心头肉 无论是男孩 还是女孩 无论是老几 作为一个母亲 他对孩子的关爱 都是一样的 无论哪个丢失 作为妈妈 都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去寻找 也会倾尽自己所有 去爱每一个孩子 所以他想了一个 不得已的办法 就是在两个女儿 成长的过程中 慢慢教会他们 自食其力的方法 这样 即使哪天他离开 去深圳找儿子 两个女儿 也能自己养活自己 自己照顾自己 他才能安心 就这样 从两个女儿 四五岁开始 就开始教他们 一些生存技能 我是没办法 把两个小的 后面长大一点 就带他去擦羊 那些带他去擦羊 那时候我们 带着他费干活了 大的四岁就在那里 买了一头羊给他掌 他两姐妹带到那里去玩 我就在旁边种地 我两个小孩在这里玩 羊也是在这里附近吃 他也不跑 后来就一直都跟他掌羊 后面大一点的 就带他去擦羊 在我们那里有一个缩盘 那个放到田里面去的 把它搞起来拔羊 就拔了一个一个丢下去 丢到田里面就可以了 林大姐 你为什么要教会两个小孩 那么小就学着擦羊 收到骨 还要煮饭 为什么那么小就教他们做这些 因为我要教会他 我才能有机会给他出来找我儿子 不然我没交费他 我不放心 我怕他家里面拿不到饭吃 他自己能拿得到饭吃 就不会饿死 我一心想把他两姐妹交费 我想一赢在家里 心寒在新城这边找儿子 有一天晚上 我又梦见我儿子在那里喊我 他说妈妈 你快来啊 快来救我啊 我说好 我说儿子你等我 把妹妹交费了煮饭 我说妈妈就出来找你 2001年又飞到群圳来了 又回来深圳了 飞到群圳这边 就我一个人从家里面 借了100块钱出来 出来找我老乡 第二天晚上 我说我明天要去找 我儿子丢失的那个地方 去看都是老房 这只有一个公众赤手 还运得出来 坐到那个赤手旁边 那里等他 跟他说 儿子你现在在哪里啊 有没有在城镇这边 妈妈在这里等你了 你想不想我啊 你过得好吗 你吃得饱吗 每天每次去他那里 都是这样子跟他说 基本上我现在出的大工 基本上都会去 公众赤手旁边那里 到处站一下 有的人家问了我 每次都看你在这里 我说我儿子在这里丢了 我儿子一定要回来的 人家就问我 你怎么那么肯定 我说是的 我说我有灵感 我说我儿子还在 城镇这边 没走远的 我一直都是在城镇这边 他没走过别的地方去打工 那时候进了一个厂 厂那个喇叭厂 每天插四五千个喇叭端子线 插了整天来飞都要插好多 手插的有时候加班加的太晚了 就在那个流水线那里都 眼睛都看不到差了 手的肌肉拉伤 我心里面想 我一定要坐下去 不能回去 一定要把我儿子找回家 我说把他一起带回去 儿子是九月几号丢的 九月十五号丢的 每一年九月十五 我都会去那里 去新田 我儿子丢失的地方 去那里找他 就等他 跟他说 儿子妈妈来这里等你 你要记得救你 就要来这里等妈妈 你在深圳待了多长时间 等儿子找儿子 后面出来又等了 在这里待了十年 十年 对 所以这十年 你跑到深圳打工 拼命地挣钱找儿子 等于你把两个小女儿 自己孤单单地扔在家 让他们自己做饭吃 自己上学 你会觉得有点亏欠他们吗 会 我就会说 心里面说 妈妈对不起你 每次都会打电话给他 只有我有空的时候 下班人 他有空 知道他的上学时间 我就会打电话给他 就叫他 要听发 要听你爸爸的话 不用乱 不用端跑 他就会说妈妈好 我说我妈妈出来打工赚钱 给你钱 去回去买东西吃上学 过年有时候会回去 这几年没有回去 我女儿她就说妈妈回去嘛 我说现在妈妈不能回去 有时候就回去 我说妈妈要找哥哥 把哥哥找回来 他说为什么你找哥哥 不把我带上啊 我说我带上你 你怎么找啊 我说等一下 你丢了怎么办 我说没有做好母亲 不非做母亲 儿子丢了 女儿也没照顾好 那你除了找大儿子之外 你还想跟两个女儿 说些什么 对不起他 妈妈不亲自 不是亲自的妈妈 对不起 妈妈实在也挺爱你的 是没办法 你比较在家里面 安全一点 放心一点 你哥哥还在外面 不知道过得怎么样 她是一个女人 一手支撑着自己的生活 还把分散三地的四个孩子的生活 都扛在自己的肩上 一边要打工 一边又要扛起对儿子的思念 还有对老家孩子的惦记 但是她丝毫没有觉得疲倦 她觉得孩子们的成长 是她生活下去的最大动力 岁月就在不知不觉间流失了 儿子已经丢了二十四年 而两个在老家长大的孩子 也已经到了 可以打工挣钱的年纪 长大的孩子 理解了妈妈的不义 和她的苦心 他们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好 2017年 两个女儿来到深圳打工 陪在妈妈的身边 林大姐 今天你自己来找儿子的吗 家里有人陪你来吗 有 我家女儿来了 有一个妹妹来了是吗 是 她愿意上来一块儿 跟你去找哥哥吗 愿意 那我们把她请上来好不好 好 好 我们有请林女士的 女儿上场 你好 你好 来 请坐坐给妈妈身边吧 这是老三还是老四啊 最小的 老四是吧 对 最小的 你现在是跟妈妈在一起吗 对 什么时候跟妈妈在一起的 这一段时间不是都在老家吗 17年的时候 17年 是妈妈把你接过去的 还是你主动要过去陪妈妈的 刚开始是 不是在她这边 刚开始是离她远一点 后面就搬到跟她近一点的 就18年的时候 就跟她住在一起了 你看到妈妈这几年 你觉得妈妈辛苦吗 挺辛苦的 为了找哥哥 对 你是因为没见过哥哥 对吧 对 但是你心里会有这种 期盼哥哥回家的这种情感吗 会啊 我妈 毕竟是我妈的鼓用 也是我的哥哥 虽然我从来没见过面 但是也希望她能回家 刚才妈妈也说了 这么多年在外头找你哥 冷落了你们姐妹两个 她说对不起你们 没有 刚开始的时候 那时候还小吧 不懂事 多少会有点怪 后面也就没有了 毕竟她外面也不容易一个人 然后她平时中午 休息半个小时 也会给我们打电话 然后过年过节 都有给我们寄吃的 穿的用的 都有机会来给我们 后面就想想 都是为了我们姐妹 所以我也就没有怪过她 我们都长大了 妈妈 你辛苦 你妈 你妈妈对不起你 没事 我们没怪过你 大家都 我跟姐姐都没怪过你 林大姐 来 加油 让女儿陪着你 我们一起往前走 来 看看我们寻人团 是如何帮你们寻找儿子的 来 请抬头 李立平大姐 您好 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 您在等着我绒媒体平台上 发布的 想要寻找儿子的信息 我们已经收到了 根据您提供的线索 儿子的名字叫 于祥辉 1993年出生 1996年的9月15日 在广东省深圳市 于永镇新田村丢失了 儿子的头顶 有一个头旋 他是单眼皮 左胸部 有蛋红色的胎记 根据以上线索 我们立即为您 给接到了广东警方 展开寻找 当我们接到报警后 各级警察都非常重视 并且我们立即 成立了专案组进行挣扎 昨天来专案组 从未有放弃过 核查每一条线索 并求我们对孩子的 亲生父母亲 进行采取 入全国DNA打管部 进行比对 在警方的不懈努力之下 我们能否为您带来好的结果呢 加油 等着我 好 下面我们就一起开启 希望之门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女儿陪着妈妈 咱们一起走向希望之门 是我自己不好 我会做不不起 儿子丢了 女儿也没照顾好 为原寻找 为爱坚守 请开门 儿子 你在哪里 想不想妈妈 妈妈好想你 你过得好吗 不是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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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伙子讲讲 你还记得当时怎么丢的吗 这些年你又是怎么过的 不记得了 都不记得了 其实他的养家上面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 而他就是从小没有任何关于自己是丢的孩子或者是被拐的记忆 所以他深信不疑就是这一家亲生的孩子 他也没有在比如说哥哥姐姐的口中啊或者是爸爸妈妈的行为表现上啊感觉到任何的异样 所以这一点我们就能够知道这孩子过得还是不错的 现在也有工作了 就是突然知道自己不是亲生的了 有点失落 对 然后你问你的养父母你是怎么来到这个家的了吗 问了 他们怎么说 他说是以前人家养不起 然后他给他养的 对 所以他听到这样的话 他肯定心里面很难受 他又觉得 怎么是亲生父母养不起就把我给别人了 然后今天等于听了妈妈的讲述 他才知道真相 其实对他来说他自己也觉得非常的震惊 其实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妈妈受苦了 刚刚抱着妈妈的时候也还是说这句话 也可以给儿子一点时间让他胜一下 我觉得毕竟你们的那个距离是非常近的 说哥让您一下就能乐的消息行不行 咱们看张照片好不好啊 好 来咱抬头看张照片 你看了肯定能笑出来 可不可爱啊 可爱 终于当小奶奶了 当奶奶了 嗯 2009年的时候呢 公安部针对这个拐卖犯罪呢 开启了全国打拐专项行动 建立了全国打拐DNA数据库 能用科技的力量呢 帮这些丢失多年的孩子回到父母的身边 亲人的相聚真的很简单 只相差一滴及血的距离 所以再次呼吁这些被拐儿童的父母 和身世不明疑似被拐的孩子们 尽早到公安机关来采集血样 希望更多的家庭早日团圆 林大姐在整个过程中都特别地自责 但是我觉得我们今天每个人都可以从您身上学到一点 就是您一直在说的那句话 妈妈也不会做妈妈 它意味着妈妈要学着成为你的妈妈 可是有一天妈妈不知道如何成为我们的妈妈 但我们作为孩子 知道如何成为妈妈的孩子吗 可能也不知道 于是我发现原来家庭成员即使在一起 我们依然需要彼此学习共同成长 给予彼此耐心 就像您今天找到的儿子 特别让人开心 但是他也需要慢慢地花时间学习成为您的孩子 就像您要再次学习如何成为他的妈妈一样 也谢谢你们能在一起让我们学到了这一切 谢谢 谢谢王博士 高高兴兴的 好 祝福你们 好 谢谢 谢谢大家 没事 谢谢 在过去的二十四年里 妈妈有太多的为难与不舍 一边在深圳打工找儿子 一边还惦念着老家的三个女儿 如今 在妈妈的坚持寻找下 丢失二十四年的孩子 终于回到了妈妈的身边 虽然她刚刚得知自己身世 幸福快乐 幸福快乐